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盘点娱乐圈最百搭的三位女演员 你最喜欢哪一个? CP感真的是一种玄学 有些人看着也是俊男静女 可是站在一起就是感觉怪怪的 而有些人随便往哪一站 大家就忍不住磕起来 娱乐圈有这样一类百搭的女演员 天生自带CP感和谁拍戏 都让观众觉得非常般配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小编心目中最百搭的三位女演员 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 1.第一位,杨子 在杨子身上有一个传说 就是他演一部剧就带火一个男演员 杨子本人对这种说法是非常排斥的 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杨子的百搭体质 杨子的长相乖巧 最重要的是有演技加持 在他的作品里 不管是青涩的心动 暧昧的拉扯还是不放弃的执着 都能演得让观众产生共鸣 其实,杨子的CP感从他的童星时代的作品里就体现了 在家有儿女他和张艺山虽然扮演的是姐弟 但是也是CP感满满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好多观众都喊话让两个人在一起 他和邓某一起合作的湘蜜 沉沉浸如霜一度成为年度爆款 灵修夫妇让人久久不能出坑 和任嘉伦在天机之白蛇传说的 虐恋让观众久久不能释怀 和诚意主演的沉香如谢 一个天真浪漫 一个高冷傲娇 反差越大 CP火花越甜 如果说古装剧有浮化到的帮忙 那现代剧杨子也是拍一部 让大家喝一部 亲爱的 热爱里的童颜CP 两人同框的画面总是满满的粉红泡泡 让观众欲罢不能余生 请多指教李顾卫林之校的双向奔赴 共同成长 温暖而治愈 有人说 杨子好像天生就带着一种观众缘 也许这就是童星的优势 很多观众都是看着她长大的 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二 第二位 赵丽颖 赵丽颖应该算是一位 非常努力的女演员了 她出身在河北农村 中学毕业学了空城 但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 只好放弃飞翔 转而做了销售 2006年通过雅虎搜星 选秀活动拿到了演艺圈的入场券 没资源没背景的赵丽颖 在演艺生涯的前七年 一直磕磕绊绊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紧绷 终于在2013年她等来了陆珍传奇 之后就步步都是热播剧 每部大家都会边看边感叹和男主 简直配一脸啊 陆珍传奇李陆珍和高占相爱相守 携手同行 非常圈粉 赵丽颖和陈晓从戏里到戏外 CP感都那么强 让观众希望现实中他们也能组成一对 不过现实中 杨过忠是娶了她的小龙女 楚乔传和陈更新的星月夫妇 是典型的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戏码 希儿坚强独立 不向现实低头 面对不公 能够勇敢抗争 宇文月就用她自己的方式守护希儿 霸道但却非常用心 两人日久生情 终于敞开心扉 走到一起 这两个人 真是又虐又甜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星月夫妇一度图版网上的CP榜 可以说 体型较小的赵丽颖 和任何风格的男主都非常搭 70后到90后 各个类型她都驾驭得非常好 这个CP感主要是因为长相 赵丽颖早期特别适合演那种被保护的小女孩 脸上肉多很饱满 搭配上圆润的目光 整体给人的感觉没有什么攻击性 招人喜欢 现在的赵丽颖身上多了一丝独立和强势的劲儿 这在2022年年底的热播剧风吹半下里 变现的淋漓尽致 和李光杰放在一起 再也不是从前柔弱小女孩了 而是势均力敌 有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 3 第三位 谭松韵 昨晚刚刚大结局的向风而行 谭松韵和王凯的男的消停组合 真的是开年最好客的一对CP了 其实向风而行刚开播的时候 大家对谭松韵能不能撑起 这样一部职业剧是持怀疑态度的 没想到这剧越播越让人上头 观众天天催更 除了本身职业剧的魅力外 谭松韵和王凯这对CP更是让大家欲罢不能 谭松韵饰演的陈霄的直球进攻加上王凯 饰演的顾南凭在爱情中的优柔寡断和凝巴性格 有强烈的反差 让观众在屏幕前都着急了 观众的代入感也正是源于谭松韵和王凯满屏的CP感 坦白讲 谭松韵的长相真的是太嫩了 明明已经三十家了 还是那么有少女感 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名 锦衣之下锦心似玉到现在的向风而行 谭松韵合作过的男演员 包括有欧豪 吴磊 钟翰良 刘浩然 宋威龙 任嘉伦 王凯等 年龄跨度非常大 但是电视剧播出时 大家会发现完全没有违和感 2016年 谭松韵和刘浩然合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 两人在剧中是同学关系 可是谭松韵的实际年龄比刘浩然大七岁 可是两个人看着很有CP感 剧播完几年后 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耿耿于怀的故事 这部剧还有个花边新闻 当年导演本来是邀请欧阳娜娜担任女主 但是在禁组的前几天 欧阳娜娜突然辞演 原因是因为需要剪齐刘海 欧阳娜娜觉得为了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视剧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值当 导演这才重新找了之前 参加过试镜的谭松韵 2021年大火的《以家人之名》 双男主张新城和宋威龙都是小鲜肉 可谭松韵在他俩中间 学生感丝毫不输 谭松韵和宋威龙的CP感 有一种调皮萌昧和高冷笑草的感觉 这对CP也是支撑我追完整部剧的最大动力 谭松韵的CP感在古装剧里也不在话下 和任加伦合作的锦衣之下 任加伦演绎的冷漠深情和谭松韵演绎的古灵精怪 这种可可爱爱奇奇怪怪的CP感 真是让人上头 和大叔钟汉梁合作的的锦辛四域也毫不违和 锦辛四域钟钟汉梁饰演的徐令仪是妥妥的书系男友 他比罗十一娘大十几岁 杀法果断 智勇双全 在外人眼中 徐令仪是一个很冷酷的男人 但在面对罗十一娘 他却是柔情似水 这样的男女主设定 真的是太好客了 而钟汉梁潭松韵的演技在线 让观众感受到彼此之间微妙的化学反应 其实 不管是古偶还是线偶 要出爆款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CP一定要好客 以上这三位女演员基本上句句都能火 很大原因也是和她们的摆搭气质有关系 希望三位百搭女演员继续用她们的CP属性和更扎实的演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剧 感谢观看